说到做到,不要共识一本金,做何几成席 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其声向金融市长谢国梁呼吁说到做到 因为金融市政府决定将以中第一收入户确诊者为主 发放染疫关怀津贴1万元 民进党方面虽然肯定金融市政府关怀弱势的做法 却也质疑与当初谢市长竞选时承诺的有落差 要求谢市长兑现竞选承诺 只要是确诊的金融市民就能获得1万元染疫慰问金 这是一件好事,但千万不要消费我们的弱势族群 这是我们要特别提醒谢市长的 第二个,今天大家在关注这件事情 只有一个重点,政治很简单,说到做到而已 我们乐见市政府多用一些公家的资源来寄注给我们市里面的中低收户 但是这跟谢国梁市长的承诺是不一样的 谢国梁市长的承诺就是染疫者可以拿1万块的维纹金 今天你是一个大家长,你说的话必须得负责 你不应该只针对这些中低收的9000人来做发放 其他的人也是人 所以希望谢市长你说到了你就得做到 提出他的政见,吸引并且利用大家在最脆弱的时候 而得到的一个政治红利 我们非常非常的郑重呼吁,请你落实你的诺言 而你也用这个政治的支票吸引到我们金鸿市里投给你 现在你跟我讲滚动式检讨 你应该做的是先实现你的政治承诺 很感谢谢市长想要关怀弱势的这一个观念 现在已经先提出了中低收入户的染疫未问金发放 但是跟全面直接发放染疫未问金 这是两件事情 最主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请谢国梁市长 履行当初他给予市民的一个承诺 而不是今天说了之后 觉得说政策好像方向不一样 我给市民的承诺就可以打折 由于金融市议会将在2月23号开议 民进党金融市议会党团计划 在议会讨论相关议案时 要求谢市长亲自说清楚讲明白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不站在议会讨论好